中二的 Factorization 因式分解 而今天的 method No.4 就是利用恒等式的 Identities Subscribe 了數 等等還未 看看一些 comments 看看一些 comments 每個人都有用 記得按下小鈴鐺 有商品通知你 很多同學學這個 session 的時候 看到 A²-B² 等於 A 加 B 加 B 什麼 其實它只是一個代數 如果你覺得不太喜歡代數 就不要用這個方法 你見到下一行已經有另一個方法 其實這個 Identities 是有一疊疊次 減另一疊疊次 就好比一個正方的疊次 減圓圈疊次 只要你分開做兩個 Crew 中 正方加圓圈和正方減圓圈 只要你留意正方同圓的內容 搬回正確的位置便可以 所以中間過程我都少有技巧 其實很容易就能學到 首先看看 Level 1 題目 簡直入門到不堪 好像吃米線一樣 這是麻辣十小 Y²-16 你看到 Y² 已經是二次方形態 但 16 還未是二次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變身 將它變成 Y² 和 4 的二次 就會形成上高正方圓圈的形狀 Y 就是正方 4 就是圓圈 接著就開兩個 Bracket 先搬正方形的東西 就是兩個 Y 頭段 然後圓圈就是放在尾段 就是 4 和 4 最後才負上 1 加 1 減 那便完成了 各位沒什麼特別要做 很簡單 不過有些搞笑的事情 很多同學直接把 Y² 加 16 以及 Y² 減 16 直搬到最後的步驟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的同學 你也不妨留個 Comment給我 究竟你想當年在什麼狀態之下做的呢? 我們再看一條深一點的位置 就是 36 減 49 N 二次 它未變二次方 所以第一個步驟變為兩個二次方 首先 36 是 6 二次 49 N 二次 49 是 7 和 N 的脂肪 正方與圓圈組成了 立刻開兩個 Bracket 先落正方形的 6 在頭段 接著落圓圈的 7 N 與 7 N 最後 1 加 1 減 就是這麼簡單 另外來到一個比較辣的東西 就是 Level 1.5 這個 5 小辣 接著很多題目會先負正 負9 加 4 R 二次 很多人冷靜抽負1 其實是不需要的 你只要把正的 Term 放在前面 負的 Term 放在後面 便會儲到什麼二次 減什麼二次 第一個步驟變身 就是變成 2 R 的全體二次 和 3 二次 形式上高已經完成了 就是正方形的二次減圈圈 原來我說 OK 開兩個 Bracket 第一個正方形在頭段 2 R 跟著 尾段 圓圈 3 最後 1 加 1 減 是不是很簡單呢 亦都繼續利用 Identity 我們今天再吃米線 各位 形態上高再 Recall 給大家看看 正方幾次減圈圈而馳 等於正方加圈圈和正方減圈圈 立刻看看這些小辣題目 首先 上次是碼十小 小辣的就多多幾個數字和字母 其實是一樣做法 首先 100 X² Y² 減霸 1 A² B² 那怎樣化呢 首先記得叫做變身 就是將 100 X² Y² 的前身 即是未二次方之前 變成 10 X Y 先 接著旁邊的那個人就是 9 AB 形態上高變成正方同圈圈二次 看見到嗎 接著就化成兩個 bracket 第一個先下正方形 10 X Y 接著下9 AB 最後一加一減 就這麼簡單 完成了 再做多一條 多些少的 20 A² 減 1 2 5 B² 今次有問題 20和125 它們不是 Perfect Square 在這裏講講什麼是 Perfect Square Perfect Square 意思是一個數字 例如上高的 100 和 81 它都是十幾次和百二次 20和125是不知什麼數字的二次方 它們就不是 Perfect Square 策略給大家 就是抽 Common Factor 開始利用之前的 Manphone 1 2 3 都有機會用 抽什麼呢 抽5 抽了5之後 你的 Perfect Square 就是 4 和 25 接著可以組成 變身為 something 二次 減 something 二次 which is 2 A 和 5 B 2 A 就是正方 5 B 就是圓圈 立刻變成一加減尾 很多人到這個位置 各5怎麼算 各5沒有用 Adepti 但各5已經抽出 它永遠都在外面 各5在外面 接著要開兩個 Bracket 先下正方形 2 A 後下5 B 接著一加一減 是這麼簡單 今天再辣色一點中辣 Level 3 而大家要細微一下有多辣 各位 看到題目已經辣了 A Square 減為 B減C 才會有多幾個字 大家也不要怕 因為它形態上 跟之前說的一樣 它也是一個正方的二次方 和一個圓圈的 B減C 所以形態已經早上 之前說過的形態 立刻開兩個 Bracket 跌下來 首先搬A進去 正方形 接著搬B減C 接著再做一加一減 你會發現前面是藍色的 特意長一點 做一個預備動作給大家看 真正的 Step 1 是黑色這條 搬A和B減C 記得再奉上一加減的時候 加是不需要入 Bracket 但是減要 為甚麼呢 因為你是整個B減C 整組被減 這裏一定要好留意 一定要 Take care 這就是你的 Form 這就是Step 1 各位 立刻佔了給你 最後 落了方括之後 一定要拆庫 經常很多同學 去到這一步 以為玩完 不是的 其實他還要拆庫 各位 首先你的 First Bracket 沒有甚麼特別的 它是Simify 所以你可以直抄 Second Bracket 你要拆庫入B減C 就變成-B加C 繼續行等式 Identity 不過我們今天就是特別 我們今天終於去到最大的級別 辣度就是大辣 去到打大佬 打大佬頭門是怎樣的呢 就是類似這樣的 你一見到已經靜了 已經知道不知怎樣打 已經知道打大佬會有很詳盡的步驟 很詳盡的路途要走 我們今天確實是 第一步我先做甚麼呢 先調整數字 先把四同九花做二Square 和三Square 接著我就立刻變成 一個Holding的二次 減something的二次 那個Holding是甚麼呢 我就把這個二次和這個二次 放進去外面 接著剩下就是二和二Y-1 旁邊都是相同動作 扭低三和二Y-2 下一個步驟我會先展示 因為我不想在這裏搬正方和圓圈 這樣會有甚麼事 有很多步驟做的 先做了一些步驟 先把二進去變成四Y-2 這個就是正方 接著再乘三進去二Y-2 變成六Y-6 這個就是圓圈 這次很似入直路 立刻發作兩個方符 開始先搬正方 四Y-2 接著搬六Y-6 最後一加一減 記得加沒有事 全是出事的 第一加Bracket 整個六Y-6被減 接著做減法 應該變直路了 十Y加四減快了 下一個Bracket 就是四Y-2 再負六Y負六 這裏千萬不要心算 各位我建議你列多一個步驟 做多步驟 才能完成 我們差不多完成了 其實還沒有 首先 十Y加四有什麼做呢? 它有得抽common factor 唉 請抽二 接著變回五Y加二 後面簡化完 變成-2Y-8 完成了吧 大哥 真的還沒 你見到後面的Bracket -2和-8 可以再抽-2 而這個-2 混合前面這個二 變成-4 最後 最後一個難關 如果被抽到-2 後面的Bracket 兩者要變成-1 正Y-4 終於打完大哥 訂閱了數 等等還未 看看一些 comment 每一個都有用 哦哦哦哦哦哦哦 記得按下八鐘 有3片通知你了 今天我們來到恆等式 第五及第六的方法 去幫助你Faracterize 之前说了A2-B2的identity 今天说另外两个 应该莫都见到 就是当你遇到一个A二次加2AB加B二次 会等于全体的A加B二次 第六个字符是减的 所以没什么特别 最主要看中间的 term 正定负 很多人又要背 其实我不需要背 另外很多人学完这个行等式 就跟上一个A2-B2很难分辨 其实如果以题型来说 应该很容易的 上一个slide的A2-B2 只有两个项目 就用上次一加一减 这次提醒一定会出现 左边有三个项目 就用我们今天教的方法 所以就认得两个term 还是三个term 两个term用上次 三个term用今次 做之前要先学会 就是concept上 go 这次的identity会很容易 但你一定有些东西做 就是每次要无必排除以下的形态 所以你才做factorize 否则会做错 排一排序 如何排序 排序的方式是根据 好像现在这个型格目的 It is x ст2 sen bace2·b架c A із 10 A,b,c是三个数字 randon BEn height 最简单的排序就是 先排中, 中数字排尾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就是有 x 和 y 次排尾 中间的 term xy 就可以了, 形态就形成了 先看 Level 1 这一题的形态已经排序了 x 二次排前, x 中数字排尾 方法很简单, 我都不需要背什么 identity 直接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问头尾那两个项目 当然你先排除了, 你要问自己它是不是perfect square 之前说的什么是perfect square, 就是某个数字的自乘 你发现 x 是 x 乘x 自乘, 49 是 7 的自乘 如果当你自问这个问题, yes 的话, 立刻变回 factorize 形态, 变成 whole thing 二次 接着, 这个是第二步骤, 下一步骤就是填充 那我们填什么呢, 就是填 x 二次, 未自乘之前的样子 而 49 未自乘之前就是 7 中间的加好, 就跟回 14x 的加就可以了 所以稍后那一题中间的 term 是负, 就跟回负 是不是很简单呢 心声少了, OK, 再问这一题 我拔81a 二次的 9a 是它前身 16b 二次的前身是 4b 最后就是跟减就可以了, 很简单做完了 那我们立刻就是 Level 2 了 Level 2 有点异样, 为什麽呢 刚才不是说了有 x 有 y 那 x 二次和 y 应该是排头和尾 所以你见到这个 25y 二次, 应该排尾 所以会和 70y 二次, xy 叠一叠位 接着又问回刚才的问题, 是不是perfect square 因为前后, 是来的, 是, 就存在第二次方 那就拔7x 和拔5坏, 中间跟回减好, 完成 接着又到另一条, 这个呢, 哇, 样样地税了, OK 那你见到 108 rt 次加 12r 加 72 rt 立刻问自己, 头和尾, 是不是perfect square 这次很明显不是, OK 那不是的话, 方法很简单, 你要用之前的 common factor 它一定是 common factor 阻止它, 令它显现不到perfect square 那你要抽 common factor, 就看 12r 中间 那我还告诉你, 其实三个数, 都会有 12r 抽到的 那正分就是 9t square 加 1 和 6t 但是未排序, 因为 6t 要排中间 所以最好这里排一排序, 变成下一个 step 就是 9t 二次加 6t 加 1 那 12r 抽出去之后, 完全不用理它, 它完成了任务 那再问头尾那两个项目, 是不是perfect square 但是呢? 明显就是了, OK 那就全体二次了, OK 那变为 3t 和 1 中间, 来个加号 就是这么简单 那做多一条经常出的课程 就是 30x 减 9x 二次 减 25 那首先, 头尾不是perfect square 那 30x 不是 那其实perfect square 在 9x 二次 那还要这一题, 它未排序 那先排序 那变成 9x 减 9x 减 30x 加 25 那很多人会问, 头尾是否perfect square 那不是的, 虽然数字上高是 但它练义的属性, 它就不是 所谓自乘, 是要连同正和负一起自乘 正数的自乘, 当然出正数 但负数, 整个负数自乘 应该出正数, 因为它自乘时 会得出负得正 所以这个时候, 头尾不是perfect square 如果连同十星, 怎么做呢? 我教大家, 当你排序之后 每次见到 x 二次, 前方有负 大家要抽负一 OK, 就是这里 抽出来之后, 变回正 拨负, 反正, 变回正 只有 9x 二次, 减 30x 和 加 25 再问自己是否perfect square 正 9x 二次和 25 就是3x 和 5 中间当然跟回负 就是这么简单, 同学们, 记得订阅我们的数学 9999 继续我们的行等式 但我们已经进入 level 3 的尾声 又是差不多打大佬时间 这条这么复杂, 这么多组织 是否最复杂的题目 当然不是 因为这一题用方法我们之前教的技巧 只要看头和尾, HIGH 不是perfect square 原来它是, 因为 4 都是二次 接着就化为 whole thing 的二次方 接着就可以搬过 2x 加 3 以及搬过 4 的前身, 2 中间跟方加好, 简化 2x 加 5 二次 完成 所以这么复杂的题目, 在 exam 基本上 都是用两个 step 做完 可以去深一点的题目 去下一个题目 跟上高, 刚才那题差不多 有很多样子 好像是, 但后着会比较多和难 头和尾都是 perfect square 变成全体二次方 搬4x 加 1 和搬3 中间加一个正好 之后简化了, 变成 4x 加 4 完成了吗? 小心一点 所以, 始终这些都是 exam 题目 很大机会可以抽到这样 factor 这个也是有的 4x 和 4 抽到 4 但问题是否变成 4 接着, x 加 2 次 答案不是的, 答案是16 我已经给了红色, 要很小心 为何是16呢? 下面有详细解说 首先, 看一看 4x 加 4 的二次 其实, 由两组 4 加 4 相成 接着, 我们抽4的时候 两组 bracket 都分别抽4 所以, 第一组变为 4x 加 后面那组都一样 你发觉, 凡是二次方的时候 真的有两组的抽4 那两个4, 才会变成 16 再 bracket, x 加 2 次 这题, xm 非常阴湿 一定要留意, 如果抽到 factor 的时候 到最终极了 4次方出动了 凡是4次方都不算好 你要翻手, 翻造, 再翻抽 待会也会, 先告诉你 首先, 都是头和尾, 它是Permic Square 因为 P4 次是由 P2 次组成 和 625 25是由 25 次组成 中间, 跟回减好 当然, 还没做完, 讲了要翻抽 那抽什么呢? 究竟有没有 common factor? 看看, 间低的东西 P2 减25, 如果是很基本的 它是有点古怪 因为 25 是 5 的二次方 所以中间的位置 就变为现在的 screen 的东西 我发觉, P2 减 5 次 又变回 A 次 减 B 次 所以 它里面会再拆多一次 恒等式 原本欧莎的二次 我就将它变为方括二次 接着就一本 P 加 5 P 加 5 进去 还未完成 因为经常跟你说 Factorization 是不应该方括的 如果方括的话 真的未完成 in complete 那你现在把二次方 推进去 每一个 bracket 才完成 各位同行 当中的恒等式 接着是尾声 identist 因为今天想投入课题 很多中学 不是太前都会出这类题目 学生通常 grouping terms 这样做 因为看到四个 time group了几次都失败 然后放弃 不懂得做 今天想传授给大家 我自己研发的独门秘技 就是三个 perfect squares 什么是三个 perfect squares 题目好像不太像 其实它是 除了你眼看见A二次B二次 其实四都是perfect squares 所以这一题就中了我读完别的门蓝 马上讲讲第一个做法 就是要寻找 负的perfect square 负的perfect square 有两个 就是负A二次和负B二次 我搜寻之后 就进入第二个层级 究竟这些负的perfect square 是否在二和四这个位置 你会发觉负A square 是的 但负B二次是第三 所以你的step 1 就要排除了 把负B square调到第四个位置 这样的时候 你再grouping terms 就无枉而不利 但是排好位置之后 这种exempt题目 怎样困难呢 因为它的grouping 不和我们以往 两个配合两个 首先会有两个pattern 演化出来 第一个pattern 就是将头一个term 减了最尾的三个term 这样才为之 这个是group 1 后者的三位人形 就是group 2 或者出第二个pattern 就是头三个term 是一group 最尾的单定term 是second group 这样的做法 所以可能要上天 开了些少 这一题 是哪个呢 你会看到最尾的三个term 的负 应该我们会切用 第一个pattern 而且把这三个term 一次过抽负1 就像这样的样子 首先 A square加2AB加B 就是我们的adetti 而且4 亦是二的二次 我们先讲解 然后把4 变成二的二次 这个是什么形式 原来又变成A square 减 B square 就是之前我教大家的正光二次 减软二次 我们先做一做粗略的位置 首先开两个bracket 放在前面 然后再放A加B后面 最后马上来一个step 进入一加一减的状态 记得加那个没有事 减那个要加bracket 这三个term A和B都没得约 其实只剩下缺户 你把最后的负 的answer 就是这个 就是2A加B 和2-A加B 基本上每一次遇着 这三个pattern 这个读门笔记 都必定能够帮他们fattern 喜欢的同学 记得subscribe 我们的数学999 计数无失手 购物 一边 就是 这一边 就是 这个